來,剛剛是我們插入環數的時候 會有三個,一二三 可是呢,如果將來你會有很多個來源 那將來如果你要選三個,其實也蠻麻煩的 所以就有同學說,老師可不可以選一個就好了 那就刷一下,三個資料給我 可是問題,你現在刷一下 這個刷一下,它本來是帶一個資料 可是如果你刷一下的話,它是帶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話呢,特別注意 你就必須要幫它切割開來 因為它給你一個是範圍 可是範圍裡面有三個資料 那這三個資料呢,我接收到之後 我就要把它切割開來 不然的話,我怎麼知道第一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什麼,第三個是什麼 所以切割的原理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可以先丟給一個A A的話是一個我自己取的一個變數名稱 它就是可以接這個陣列 這個叫陣列 那如果說我要在A裡面又有三個東西 怎麼表達第一個呢 其實就是A 這邊特別重要,跟Sale很像 橫向是列 縱向是藍 所以這樣子 那Sales不是有個瓜糊對不對 如果第一列,先列嘛 第一藍 所以用這個表示這個 第二個怎麼表示 1-2 有沒有 就這一個 A1-3就可以了 那以後一時類推 所以你以後如果很多個 反正你就慢慢切 如果有一列 假設有很多列的話 你也可以2-1,2-2,2-3 一個一個幫它解析出來 OK,是它如果給你的是一個範圍 可是問題,程式要怎麼改 那這邊的話,當然我們可以利用原來寫好的 這個有沒有 一樣複製貼過來 Ctrl鍵按住 這樣有沒有 然後改一下 叫做手機加一個範圍好了 OK,如果我這邊改一個範圍 意思就是說 你給我一個範圍 你不是給我三個資料 那這邊一樣 把那個三個資料 中間逗點的部分拿掉 那名稱它就叫定性業者範圍 這樣他會比較知道 範圍 OK,就是給一個 給三個 不是給一個 好,但是問題它給你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的話 你要怎麼切 我的習慣用A來切 當然這個A的名稱不是固定的 是一個變數名稱 你可以取別的名稱 不過我習慣用 因為正列就是array 所以A開頭就用A OK,小A 然後它去接什麼 接這個電信 它丟過來 所以我把它接到 接到給它 所以它裡面會有三個資料 那第一個資料 其實本來是電信業者 那現在叫什麼 A 瓜糊 1 豆點1 有沒有 它有三個 第一個是這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A 瓜糊 1 豆點2 一直類推 3 這個就是在 其實 比較快的方法是這樣 把它複製過來 這邊改3 可以稍微快一點點 好 這樣子的話 程式就改好了 但是有沒有漏掉的地方呢 因為我講過了 以後一定要丟給這個名稱 你不能丟給它 因為它現在沒有任何動作 所以你丟給它 它接不到 所以怎麼辦 記得喔 這邊也要加一個什麼 手機範圍 它要丟給 一定要丟給的是什麼 丟給自己 OK 丟出去 丟回來 丟出去 接接回來 OK 一定是丟給它自己 這個因為常常我同學 複製貼上之後 然後就漏這個 最後回來 奇怪 怎麼是零 沒有東西 因為名稱忘了改 OK好 改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插入一個函數 然後手機範圍 選一個範圍 選一個範圍 它是陣列 有沒有 陣列的話 在Excel Excel裡面是一個大瓜瓜 一二三 三個資料 你要切開來 切開來就是用剛剛那個方法 按確定 有沒有 一樣 OK 那這樣當然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當然相對的 如果你跟前面第一個方法比起來的話 我們用LEN加什麼什麼一堆有沒有 哇光這一串 如果你跟剛剛這個手機還數比起來 那這個當然相對簡單 OK 那不過最簡單的應該還是什麼 還是這個吧 OK 它應該算是最快的 所以如果效率上面來講的話 如果你經常重複性很高的事情 我是建議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很快的把你的工作完成 那這樣你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方法很多 那但是你記得最慢 最笨的方法一定是土髮練肝 那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那今天大概就是先開個頭 先講一下那個文字與資料函數 那下一個禮拜的話 所以今天上課內容 基本上雲端上都有 所以你回去可以再參考一下 再大家回覆複習一下 那下一次 因為下禮拜我們有停課一週 所以下下一週的話 再來就是邏輯 再來就是日期時間 一直往下 那邏輯部分這邊有程式 其實你回去可以看一下 那邏輯通常是會是 一重邏輯跟多重邏輯 還有連集跟交集 反正這些搞清楚之後的話 大概就差不多 再來可能會 我們需要做表單 所以這裡面有表單練習 那除了這個邏輯之前 其實還有一些 還有好幾題 有範例題 但是答案在上面 不過後面這幾題還比較複雜一點 比如說例如什麼 擷取瓜壺內的字串 像這一題回去你們也可以當練習題 在這邊151這邊有沒有 151這一題其實它的邏輯很簡單 就是你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 先把它關一下 就是把瓜壺裡面的資料 把它抓出來就可以 比如說我一個儲存格裡面 有的有瓜壺 有的沒瓜壺 那如果有瓜壺部分的話 我可以怎麼樣 把那裡面的資料 把它抓到另外一個儲存格裡面 這個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因為這個卡住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其他練習題 請各位再把它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變成了 掰掰 還有 以後 打開